2016年18年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 槍聲一響 選手們從起跑線出發 挑戰24小時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 東吳超馬享譽國際 曾獲得三次金牌賽事的榮耀 也是台灣唯一得到 國際超級馬拉松總會認證的金牌賽事 本屆東吳超馬首次結合IAU亞洲錦標賽 邀請來自12個國家的67位選手 堪稱歷年以來最盛大的陣容 開幕儀式上 東吳大學校長 潘偉大 期許選手們都能有好成績 我們將一同見證 在場作為好手的奮鬥成果 以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的精神 創造佳績 前總統馬英九也來到現場 祝福活動順利 我希望我們今天活動非常圓滿 大家都能夠藉由這樣的活動 能夠強解你的體魄 並且讓心情更為開朗 本次除24小時賽外 亦邀請許多來賓參與名人體驗賽 除了前總統馬英九外 還有馬來西亞腦麻選手曾志龍 本校建資中心也有十位 身心障礙同學組隊報名 展現堅持到底 克服困難的精神 期盼選手們在24小時內 挑戰極限再創榮耀 上任記者楊烈琪 孫小棠 陳姿陽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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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